今次開下一個新 topic 這個新 topic就叫做絕對值 那絕對值又是什麼呢? 首先講講絕對值的符號怎麼畫 就是看到任何一個數字或者表達式 然後我們會左邊和右邊各自動一條棒 整個expression就叫做5的絕對值 同樣道理,右邊這個就是-5的絕對值 絕對值想表達的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你,無論裡面這個expression數字還是什麼 什麼都好,我出到來的答案 就一定要,因為絕對嘛,絕對嘛 一定要是正數的 出到來的東西,一定要是大過0的 那例如這個5的絕對值 很簡單,就等於5吧 對不對? -5的絕對值呢? 那如果今次看到負數 我們要怎樣 將它變成一個正數 一個大於0的 正數呢? 就這樣,上面這一條東西 我們呢,就會將它括弧化 加個符號在前面 將下面這一抽東西直接寫下來 -5 然後呢,負負就會得正了 你可以經常加個正在前面 各字都會等於正 那即是呢 這個5的絕對值呢 就會等於負5的絕對值 它們兩個都會等於5的 那有些人說,這個東西很麻煩 不如我直接拔走這個符號吧 那這個是不行的 這樣是做壞手勢的 為什麼呢? 好像我現在這樣給你看過5 那當然簡單 那這個其實就是絕對值的全部 絕對值在說的東西就是 無論我裡面出什麼 無論我裡面是一些什麼都好 我出到來一定是正數的 那你說見到負號 拔走它就行了 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不行呢? 這版就當然簡單了 那例如如果涉及到代數 好,那我們要怎樣處理啊? 那如果涉及到代數 第一件事 我們首先不能夠確定這個x 究竟是大過0,還是小過0 那你就跪了在這裏 你說見到這個符號 拔走它行不行呢? 那不行的 因為我不知道x是什麼 那正確的做法呢 我們要分成情況了 例如,如果x是大過0 這個是情況1 x大過0的話 2 sorry,這個就是情況1 x大過0 那要怎樣做呢? x大過0 那裡面這個 就一定是正數了 對不對? 這個絕對值 那就是x的絕對值 x它本身大過0 那x就是大過0 那這一塊的絕對值 就是它自己 那就會說絕對值x 等於x了 做完 右手邊 這個也是情況1 x大過0 那-x是什麼? x它本身是一個大過0的東西 就是正數 負,正就得負 那所以-x呢 由於我們有x大過0 我們可以寫得嚴謹些少的 就說由於我們有x大過0 所以我們有-x就小過0 那絕對值這一塊東西呢? 那所以有絕對值-x的人 我們就說這個絕對值-x這個expression 就會等於x 等於負 然後負負得正 就會等於x 然後負負得正 那就會等於x了 那基本上跟5沒有什麼分別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次呢 我們這次在這裡代入的這塊東西呢 因為5剛好5又是大過0 那就是這一套東西全部適合用 對不對? 嗯? 對了,這一套東西全部適合用 對不對? 那如果他看到這個x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有兩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是 如果x小過0 那就要怎麼玩呢? x小過0 那x小過0 就是這兩條棒中間裡面的東西 是小過0 那小過0會怎麼做呢? 所以絕對值-x呢 就會等於負 拿一個括弧 把裡面的東西放進去 對了 我之前說把兩條棒裡面的東西 把它變成括弧化 然後前面加一個負號 那就是這樣 那就會等於負x了 然後到這一邊 第二個情況 如果x小過0 那... since我們有x小過0 那所以負x呢 就大過0了 那而絕對值這一塊東西呢 絕對值-x 那由於負x它本身就大過0 那就是沒有東西啦 直接左右拉開了一條棒 那就是等於負x了 那... 就是在說這件事 絕對值 那所以... x... 無論... 無論x大過0 還是x小過0都好 這樣的算法 真的分清楚 分... 就是這一種... 運算模式 啊 將x拆開情況來討論 那才是討論這個絕對值的根本 那在這種討論的方式之下 我們才會得出 這個x的絕對值 是等於負x的絕對值 那...絕對值呢 它本身呢 就沒有什麼的 就是告訴你 拔完這兩條棒之後 後面這一條expression 怎麼處理的呢 例如如果你剛好撞到 是5的絕對值 7的絕對值 那這些當然簡單啦 對吧 但當它拍了一些 inequality 啊 不等式啊 嗯... 那些的話 就會變得複雜 那詳細的例子呢 就會日後再跟大家說的